金屋藏娇不过是一场骗局,可怜陈阿娇下场凄惨,只是刘彻登上地位的妻子金屋藏娇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,传说当年刘彻的姑姑管桃公主,指着自己的女儿阿娇问刘彻,把阿娇许给你为妻怎么样? 当时还少年幼的刘彻立马回答,说不能娶阿娇为妻,我必定造一座金屋子把它藏起来,这一段故事后来广为流传,演变成了今天的金屋藏娇的故事,那么汉武帝刘彻娶陈阿娇,真的只是因为他喜欢陈阿娇吗? 汉武帝实力长子刘荣为太子,其母为利基,当时汉景帝的姐姐管桃公主见刘荣被立为太子,就觉得将来的皇帝很有可能会有他继承,自己的趁早抓住这个机会,于是他决定将自己的女儿阿娇嫁给刘荣,好在将来刘荣登基称帝的时候,自己的女儿也能做皇后,保陈家荣华富贵不短 于是,管桃公主就找到刘荣的母亲,立即商量,让阿娇嫁给刘荣为妻的事,本来,管桃公主是汉景帝亲姐姐,幼身的窦太后宠爱,和她连姻失败地而无一害,可是偏偏立即是个极度心很强的女人,她因为管桃公主向汉景帝推荐美女的事,怨恨管桃公主,就明白地拒绝了管桃公主,管桃公主碰了一鼻子灰,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,就将这件事说给汉景帝, 在另一个妃子王子听,这个王子是刘车的生母,为人极度聪明,她知道管桃公主后面站着的是窦太后,于是就拼命讨好她,当时刘车是汉景帝的第九个儿子,而王子出身也并不够,按照当时历滴厉长的传统,她的是很难登上地位的,聪明的王子企图通过管桃公主的力量来帮助自己的儿子,于是和管桃公主走得很近,有一天,管桃公主指着自己的女儿阿娇问刘车, 把阿娇娶给你位妻怎么样?当时还少年幼的刘车立马回答,说,若能娶阿娇位妻,我必定造一座金屋子把它藏起来,后来刘车如愿娶了陈阿娇位妻,而在一系列事件后,又登上了皇帝之位,这背后很难说没有管桃公主的力量,她时常向汉景帝说刘车的好话,并且故意说礼姬母子的坏话, 是的,他们日渐舒服地登基后,阿娇位皇后,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,阿娇被废,幽居在掌门宫,终日以泪邪灭,还花千金买司马向如为其作父,试图挽回五帝的心,可都于事无补,最后,凄惨地死于掌门宫,做官陈阿娇的一生,不过是被汉武帝留彻,利用的一颗棋子,汉武帝看中了他母亲管桃公主的势力,于是和陈阿娇联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